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都在引导自己来这里启动第二协议那般 吴轩平等人心脏都提到嗓子眼 小范公子 你还有什么顾虑的 救人妖精啊 范贤收回令牌 礼貌的笑了笑 然后对着五竹 说 怎么了 可是有什么不妥呀 五竹煞是认真的开口道 领牌上有污渍可能会影响接触效果 你擦擦 范贤一脸无奈 说 咱能别这样一惊一乍的吗 搞得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一样 范贤尴尬的笑了笑 不要慌 令牌上有污渍 擦擦 马上启动第二协议 范贤不再多想什么 取出令牌与机器接口契合 下一刻 屏幕上出现了提示框 令牌持有者进入卢卡斯底层协议 启动第二协议 开始执行第二协议运作程序 倒计时十九 随着倒计时的开始 整个地下城都响起了警报声音 同时还有系统重启的提示 所有居民 卢卡斯系统即将重启 请做好接受冲击的准备 终于 倒计时结束 原本明亮的地下城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仅仅有那么几秒时间 没有灯光 没有网络 没有电力 在陷入黑暗的瞬间 范贤开始计时 直到他数到时 电力立即恢复供应 一切又重新回到光明之中 电力有了 网络有了 灯光有了 范贤在看向那视频屏幕上 出现了一行大字 卢卡斯第二协议启动完成 系统恢复默认设置 请在24小时内选择出新的长老 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前长老继续连任 陈天奇 刘忠 李维明等人 立即尝试登陆卢卡斯系统 然而都被拒之门外 此时 吴轩平终于笑了 笑得那样自由自在 哈哈 怎么登陆不了卢卡斯 没有系统权限的感觉 舒服吗 吴轩平可以登陆进入系统中 果然跟传闻中的一样 原来的三名长老 现在全都废了 陈天奇等人大怒 吴轩平 你骗我们 非也 非也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 第二协议启动后啊 将会重启系统各项数据也会清楚 禁忌之门的威胁将不会再是威胁 我怎么骗你们了 诚如吴轩平所说 第二系统启动之后 卢卡斯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地下城中被禁忌之门清晰的机器人 忽然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们停止了叛乱战斗 开始在各层次巡逻 虽然硝烟还在 可是战乱没有了 失去了重新登陆卢卡斯的权力 陈天旗流中勃然大怒 在操作室就要动手与吴轩平战斗 熟悉的场景在范贤眼前发生 但是范贤并不在意 你们慢慢玩 我先告辞了 范贤戳了一下五竹 说 我们得走了 卢卡斯重启了 现在随便你们怎么打都好 以后也不要再拿道德绑架来跟我说什么了 不过 范贤刚刚走到门口通道的地方 就听到了李维铭的笑声 笑得比吴轩平还要惨了 所以范贤停了下来 吴轩平也诧异 啥情况 这家伙是疯魔了不成 陈天旗流中也面面相聚 李维铭笑得比谁都要开心 搞得好像他才是最大赢家一样 李维铭终于止住了笑声 哈哈 不好意思呀 只是阴谋得逞实在控制不住 所以才会大笑不止 他能有什么阴谋 范贤十分疑惑 可能 吴议长也不知道 更别说你了 卢卡斯第二协议除了重置卢卡斯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功能 关于卢卡斯第二协议 陈天旗很早之前就研究过 也知道启动第二协议的一些后果 比如失去卢卡斯的控制权 不过他并不在意 因为第二协议启动 不是自己一个人失去控制权 是三人同时失去 除此之外 吴轩平会继续有控制权 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 难道还有别的功能 李维铭得意地笑着解释道 看来你们是真不知道啊 那我来告诉你们吧 刘忠 你为什么要提出启动第二协议 来消除禁忌之门的清洗呢 刘忠诧异地没反应过来 这种事情还需要理由吗 自然是保卫地下城的安全 难道还能有别的图谋吗 李维铭继续说道 你可曾记得 当初你提出第二协议 那是我引导你去说的 因为我主张开启禁忌之门 如果我去说的话 必定会被人怀疑 但是你来说啊 就不一样 没人会将第二协议 与开启禁忌之门联系起来 所有人都惊讶地听着这个消息 怎么可能 卢卡斯的第二协议 怎么可能与禁忌之门 开启联系起来呢 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 李维铭贪手道 不过呀 无所谓了 因为卢卡斯第二协议 虽然重置了地下城的系统 但是他还有一个逆向的功能 就是沿着禁忌之门 清洗卢卡斯的通道 给禁忌之门反馈信息 你们知道 禁忌之门得到反馈信息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吗 哈哈哈哈 没有错 禁忌之门会加速决心 加速开启 等到禁忌之门完全开启后 我们就能够拿到后面的上股数据 有什么不好的 有了这些数据 我们就能打造一支 能够匹敌人工智能的军队 我们能赢的 我们一定可以赢的 范贤听着都觉得有些磨正 他看着五竹 似乎想从五竹这里 得到满意的答复 但五竹也不太了解 网络这一块 我并不太了解 陈天奇 吴轩平等人 待在原地 久久不能说话 从他们的表情中 范贤得出一种答案 就是李维明 所言不假 吴轩平愣了许久 终于开口道 你 你找到传说中的 那个地方了 李维明也不否认 没错 母不知找到了 而且还去过那里 可是我没有办法 查看更多的消息 只知道了其中一条 便是关于 卢卡斯第二协议的 所以得知了禁忌之门 能够侵入地下城的 机器人后 我利用这点制造混乱 果然就达成了目的 范贤平生 最恨被人利用 被人安排 此时范贤心中一沉 原本不想参与 地下城的纷争 却没想到 还是被人利用 此时他很生气 不仅是被人利用 更是因为 他们为了达到目的 为了所谓拯救世界 而不顾眼前的生命 这种人很可恶 苦和察觉到范贤的异样 伸手拉住他 范贤才强忍住 心中的愤慨 从远古时起 就有传闻传下来 在地下城中 存在着一个特殊的 秘密房间 在那里 人们可以知道 远古秘密 甚至能够 启动里面的机器 连接卫星 查看其他地下城的状况 没想到 竟然真是存在的 吴轩平的声音 显得有些惊讶 那个房间的名字 叫天眼 此刻 刘忠恨不得杀了李维明 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他利用 刘忠怒吓 李维明 今日之后 你我势不两立 李维明 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怎么 难道今日之前 我们就和平过吗 不好意思 今日之后 我可没有时间跟你玩耍 我身上的责任很重 范贤也终于忍无可忍 愤怒地问道 你所谓的责任 是你要拯救世界吗 可笑 实在是可笑 我范贤从来不知拯救世界为何物 我只知道 这个世界再好 也是人组成的 在我眼前出现的人 出现的弱者 他们有难 我尽力帮助同他们度过 人活下来了 世界也就活了 可是你们呢 天天喊着要拯救世界 可你们连自己应该拯救的谁 拯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你们无非是一群 打着拯救世界名号 想要争权夺利的人罢了 所有人再次陷入沉默 良久 吴宣平才开口 所以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告诉我们 做什么才是对的 好一个吴议长 脑回路倒是格外亲戚 他这是想要白地成脱姑呀 现在吴宣平拥有 卢卡斯全部的控制权 在新长老选出来之前 都是如此 因此他才有资格 有胆识 说出自己的目的 地下城 暖了这么多年 而禁忌之门 觉醒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 今天却走到了 这样的地步 现在 需要新的力量解入 你很不错 战争中的表现 和战争后的讲话 居民们 都信任你 而且 你有叶青梅留下的人气 你继承地下城 名正言顺 听得出来 吴宣平是认真的 但范贤肯定不愿意 我说过了 无意插手地下城支持 你们的权力风筝 自然也不会干预 这是范贤的原则 所有人都安静了片刻 唯独李维明 是不安静的 如此甚好 长老之位 需要众议员选举 才能通过努卡斯的认可 而不是你一掌 说认命就认命的 可现在 你以为 能着急得起来 一会选举吗 李维明转身就走 直接往下面走 然而 他走到门口时 一柄箭落下 直接抵在他颈迫处 是范贤 他动武了 我要去天眼密室 既然天眼密室 说得如此神秘 范贤肯定要去看看 基本可以判断 李维明所说 关于禁忌之门 加速觉醒的事 是真的 要是能进到天眼密室 说不定 还能寻到解救弥补之法 范贤所思所想 李维明已经猜到 他并不为死 小范公子 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 天眼密室 没有对付禁忌之门的方案 你呀 就别白费力气了 再者说 我也不会带你过去 你杀了我也没用 对付不怕死的人 用死亡来威胁 的确不是明智选择 想明白了这点 范贤果断收回了剑 表情十分轻松 说 苦河大师 走了 我们去禁忌之郎之中 通过那里的拒阵世界 能够逆向摧毁禁忌之门 范贤也不理会他们的眼光 说走就走 当然 范贤心中也是清楚 在禁忌回廊的剧阵世界中 根本没有逆向摧毁禁忌之门的法子 他不过是在赌 他赌李维明等人也不知道禁忌之门之中的情况 听到要摧毁禁忌之门 刘忠阴沉的脸上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 有了喜色 刘忠道 范公子 我从你们前去 我知道一条结计 能够更快抵达禁忌回廊 无论是陈天奇 还是李维明都着急了 吴轩平也见机劝说 李维明 如果田野密室 没有对付禁忌之门的办法 你何不带他去看看呀 李维明也犹豫了许久 好 我带你们去 别的不说 先稳住范贤再说 毕竟跟范贤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 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若真逼急了 真的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也不是稀奇的事情 回到议会 议员们都在 议员们纷纷议论 倒也在情理之中 路过议会大厅 吴轩平示意 让所有人都静一静 大家听我说 第二协议启动非常顺利 你们仔细听 现在外面已经听不到战斗的声音了 日后 地下城还是能够像以前那样 和平安静 安抚众人之后 便跟随着李维明 离开187层 外面的世界 果真安静了 短短两天不到的时间 地下城就经历了三场可怕的战争 几十年没有经历战争 一下子就经历了三场 此刻地下城所有居民的心 都变得格外脆弱 当然 很多居民的矛头 都指向了当权者 尤其是范贤 在调研大会上讲话 原本有许多居民 都是站在三大长老那边 觉得过着旧日子挺好 可现在想来 一切的源头 好像都是他们 当然 也有人将矛头 对准了吴轩平 虽然在视频上 吴轩平的表现很好 可如果不是他出现 战争就不会被挑起 不会有什么变革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去做什么变革 结果呢 他们那些人高高在上 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可是最后 受苦受罪的 还不是普通居民 所以看到电梯里的一众人 最顺眼的 竟然是范贤和五竹 五竹虽然没事 就回来闹一闹 可他从来没有威胁过 大多数普通居民的 正常生活 范贤也很好 又是叶青梅的儿子 又帮助地下城脱离险境 很多人都在想 如果是他带领地下城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不过 电梯中众人 从头至尾 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气氛十分紧张尴尬 陈天气流中 李维明实力 都达到了大宗师级别 再加上范贤这边三人 加上沃顿的 一电梯 差不多有十名大宗师 第四百零一层 突如其来的黑暗 让原本就阴暗的一层 陷入了短暂的混乱之中 好在这一层居民不多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紫苑还没有离开 因为范贤等人离开之后 奶奶让她留下 陪着说会儿话 黑暗之中 光明重现 但是紫檀 却变得更加伤感了 紫苑以为奶奶的身体 出现不适 关心地问道 奶奶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喝水 我给您倒水 紫檀拉着孙女的手 眼眶中似乎有泪光那般 紫苑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记得奶奶跟你说过的话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要忘了 我们的根基是在地表之上 紫苑被吓到了 奶奶 您不要这样说话 紫苑害怕 紫檀长叹一口气 唉 人的寿命终究有限 奶奶的路呀 走到头了 奶奶唯一放不下 自己的使命 但是 奶奶并不后悔 紫苑 奶奶离开之后 你就去寻找范贤 她是令牌持有者 你要追随她 无论她到什么地方 你要跟随 切记 终于 紫檀的声音消失了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首席的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